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一个奇怪的男人,双手永远都插在口袋里 直到遇见一个老奶奶,她的生活彻底改变 我们的二柱是一个十分冷漠的人 对别人的事总是视而不见 从来不会主动帮助别人 乘坐电梯时,不会为了急忙改变的女孩特意按下开门键 在小女孩踢球飞走的时候 不会伸手去抓住触手可得的气球 在路人的购物车从她身边划过的时候 不会伸出手帮忙拦下来 更不会伸手去接住一张无聊的问卷调查表 她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两耳不闻窗外事 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老奶奶 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当她站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 一只手伸出来,挽住了她的胳膊 原来是一位步履盘站的老奶奶 二柱只好掺托老奶奶,慢慢悠悠地过马路 可她们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绿灯已经变成了红灯 幸好她俩又处于视线盲区 一辆飞速行车的汽车朝她们冲了过来 危急时刻,二柱终于把手伸了出来 而汽车也及时杀住,并没有造成伤害 二柱差点老奶奶,安全地到达了对面 最后老奶奶为了表达感谢 温柔地捏了捏她的脸蛋 回到家的二柱一直心绪不宁 看了看自己的手 觉得还可以为别人做更多有用的事情 于是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为女孩打坐电梯门 获得了女孩暖心的微笑 还帮助小女孩抓住了飞走的气球 并主动填写了温卷调查 之后她还在沙滩上捡垃圾 到孤儿院陪小朋友玩耍,无偿献血 到养老院陪孤儿老人聊天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二柱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变得有意义 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当她看到路口一个男人刷住她在口袋里 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于是灵机一动,戴上墨镜,拿着拐杖 假装盲人,拉住了男人的胳膊 她要像当中的老奶奶一样 帮助男人从孤独的世界中走出来 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中 生活中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不够善良 而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前迈出一步 当你敞开心扉,接纳别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嘞 好了,今天的视频都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